行政院长林权 21号在立法院专案报告 815天然气供应中断 至大潭电厂跳机停电事件 立法委员王玉敏质疑 被转容量率只有7.2% 低于世界各国 根本无法防范紧急停电 备用容量率 怎么可以这么低 我们从2016年 我们的备用容量率 只下降到10.4 2017年就是今年 院长口口声说我们的电购用 我们的备用容量率只有7.8% 明年更危险 明年将会下降到5.1% 台电给我的数据 大概就是根据过去的 我们的历史经验 如果能够维持在7.2左右的话 其实应该来说 都是可以应付所有的危机 但是7.2的话 再根据过去历史经验 有7.2的话 应该是这个缺电问题 是不会发生的 而立委 郑玉鹏认为 台湾电力分配 就是没有风扇风险 才会导致一个电厂机 一组出问题就发生 全台大停电的状况 要求能源在地发电 在地传输 在地使用 达到分散风险 第一个台湾发生的问题是说 我们只有鸡蛋 只有台电 第二个是我们鸡蛋都集中 大家都放在一起 所以一个出事 大家出事 第三个鸡蛋都放在一起 它中间还没有蛋核 还没有缓冲 就是这一次大谈的问题 那第四个是我们的鸡蛋 还全部都给外包厂商来负责 那这个就是外包厂商一旦出事 大家都出事 行政院长林全强调 行政院将在三周内 组成电力系统体检小组 针对预防突发事件 同时也会补偿停电户 下期用电扣减总计3.6亿元 对于大停电造成民众不便道歉 林全承诺 会在最短时间内提出改善方案 记者南部路论台北市采访报导